经过一番Stalker行为之后 发现原来她有女朋友 还订婚了 谢谢守着郭忠伯伴 郭忠伯伴我是周早祖 Hello 你好我是Kathryn凯兴 这个是干嘛呢 欢迎来到 本上所有的感受 本上所有的感受 欢迎来到聊天室 现象版 没错啦 全新一集又有新的一个故事可以听啦 来 这次是什么故事 爱情 亲情 友情 又是一个偏爱情的故事 不要再爱情了 Oliver已经不敢相信爱情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吗 民事间大家都很为爱所苦恼 那我们就尽量做咯 是不是不然能怎样我 所以今天的故事呢 就是一个女生 还是没有男生投资 对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死等烂等都没有 我再猜想 会不会是其实男生有投稿 他把自己的敌人称 变成是女生的 哦 哦 这样还应该是编剧 没有啦 他就把自己换角色而已 就保护自己多一点 可是他不想承认自己有权 没有 他应该是被抓的那一个 但是他 怕讲就去没有面子 了解 可能男生比较有 也爱面子啦 然后比较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故事就开始啦 好 故事要从去年的MCO前说起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补习老师助理 在我补习班附近看到了一个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男生 每次经过他我都很害羞 偶尔会幻想 如果我们是情侣的话就好了 兜兜转转 我拖了朋友帮我拿到了他的电话和名字 他在爱情里面很积极耶 经过一番stocker行为之后 发现原来他有女朋友 还订婚了 谢谢 守着过去 拜拜 拜拜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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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算了 没希望了 直到去年MCO一执行的时候 我在最后一天回公司整理东西 又遇到了他 是缘分的 他一定会这样想 是不是 挡都挡不住 那时候我就想说 反正做个朋友也好 如果有什么事 MCO这么长 也不会见面感到尴尬 所以我就信息了他 一开始他告诉我 他有多爱他的女朋友 也说了很多他们的爱情故事 忘了话题怎么延展 我有透露 其实偶尔我会在外面玩 或许他也 那个女的说 对 女生本身就比较开放性关系 所以他跟玩有开 玩 或许他也想要试吧 所以就说不然我们俩偷偷试试看 说实话 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 既然我得不到你 那至少让我拥有一次吧 通常有一次就会有第二、三、四次的我 可是这种想法真的很要不得 我觉得 他首先需要勇气之外 我觉得他也不对 但他也可以是所谓的 能不能为爱疯狂一次 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地下情 一开始很甜蜜的 一有时间就会找我聊天 直到MCO比较松的时候 我们见面做喜欢做的事 做完之后就比较少找我了 说工作忙 他偶尔会暗示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喜欢什么东西 一开始我不觉得有什么 直到他开始说 可以买礼物给我吗 那个男的 男的自己开口哦 对 就是他可能先暗示了一波 然后发现女神不为所动 所以他就只好民事了 你拥有了我几次要还的 第一个鞋子 差不多300块马币吧 直到我买了 他都一直很积极的和我聊天 问我几时给他 可以放去他的家的Guard House 我就奇怪为什么需要这么急 结果一给完 人又消失了 我就意识到他在利用我了 所以那一次之后 我也就算了 想说花个300块 认清他的为人 结果有一天 他看到在走着来上班的我 戴着名牌耳机 然后那个男生就WhatsApp来说 哇 有人有很贵的耳机哦 要是我有就好了咯 我当下就想说 完了 又要礼物了 果然就开始告诉我 可不可以给他买耳机当礼物 哇哦 那时候我也冲昏头脑 只觉得 只要他有找我讲话 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就想把耳机当作右影 引他来找我 结果每一天只要看到我 就会直指自己的耳朵 问我耳机呢 怎么还没有给 一开始的我 其实不是真的想买 也只是基于面子的问题 所以我买了 也一直拍照引诱他 拿自己的来拍照就好了 为什么要买新的来拍照 而且他需要顾什么面子 我不理解 就是如果我不买给他的话 代表我没有钱吗 真的假的 他们的爱情应该不是爱情 就变成一场交易了 而且我觉得这女生应该也会在想 哎呦我本来要斩断这个关系好的 可是上天总是让我们一直遇见 都是缘分 对都是缘分 会不会是上天就有这样子的安排 我应该要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有这样的心态 但是男生这样子的话也蛮晶片以下 你懂什么是晶片吗 晶片的英文是什么 go 晶片 晶片 什么晶片 go chips 哦 chips 哦 哇哇好累啊 直到他答应 让我有一张合照 到我的房间来找我 我才给他 就这样 第二样礼物 又送了出去 可能发现我很好骗吧 所以接下来一直跟我要礼物 衣服 裤子 手表 甚至有时候见面的时候 还跟我要钱 他会一直告诉我他没钱 薪水很低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 其实他和未婚妻买了房子 然后还一直骗我说没钱 一直在租房 我本来想摊牌 可是想想 我送了那么多东西 我应该要 要回来的 所以我的目标 先是拿最贵的 哦 他还是送他pro的 勒 哈哈哈哈 我告诉他 我想要借几天帮他弄东西 然后再还他 结果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拿一个假的耳机来骗我 我试了就觉得不对劲 什么所以他要他借他 就是拿去修的时候 他拿假的给他 假的还给他 呦 好芯片的可 好芯片的 我接受不到 而且好像是拍电影 对没有 可是这个男生怎么知道他是为了要拿回来 就是要他还回来 因为如果要去修或者是拿来借来看的话 应该不会拿假的吧 我觉得他是有 很聪明 牟略的在想说 这个女生可能要对他做什么 反正他拿了的东西 他就不会还回出去 但简来恩说 他们的关系就是一点都不简单 是 很简单其实 交易 交易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 可是你要买回东西给我 然后那个是我赢得的 怎么可能要回来呢 所以我觉得要回来也很奇怪 那男生觉得 我就是那个爽病 我给了你 我怎么可能要回来 就我不可能收回我 OK我接下去 我试了就觉得不对劲 跟我自己的完全不一样 查了receipt serial number也不一样 这个时候他告诉我 一直以来他用的就是那个 直到最后又骗我说 可能被调包了 我女人的第六感就开始觉得 他会不会给了未婚妻 把我买的东西给未婚妻这个举动 我简直就是要疯了 不过我还是忍了 因为我要看 在我生日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所以他对他还有expectation 而且他好像在看 到底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东西 有想要得到的东西 而且之后他也因为不甘愿 所以才要继续 一种赌徒的心态 我输了之后我不能 我要赢回来 而且有过前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男生的举动 跟经历的时候 我觉得即使那个男生 真的有一天给你赢回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男生也不能要吧 我常常都会这样想 如果那段关系开始是这个样子的话 下一次他出轨他就讲 我当初跟你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我常常就会有这种心态 就算不讲这句话 可是心里还是会有这个小小的阴影 有个种子种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说 因为你的开始不漂亮 那个百姨是滑的 所以之后也可能会因为同样的理由 愤慨 恶性的循环 你要怎样相信这个人 对 我接下去 到后来我生日的那一天 只有一句 生日快乐 什么都没有也算了 他说礼物在路上了 还没有寄到 说是一件情侣衣 结果过几天说 包裹不见了 好准 可以send receipt给我看吗 你在哪里订的 我帮你投诉啊 你在哪里订的 你有去complain嘛 你不敢投诉是不是我帮你 然后某天我就说 我想要换钱包 他说好啊 他会买给我 说他朋友是代购珍品的 结果到最后 给我的竟然是一个路边摊钱包 所以都讲啦 一个出钱一个出力了 你不可能要出力的再出钱的 不可能的 没出钱 我出来 对啦我出了力了 现在还要我出钱 哪有可能啊 那时候我意识到 其实他根本就把我当傻子 我花了几千块马币 逗你开心 你连几百块都不愿意为我花 他觉得他也让他开心过啊 就你也开心不是吗 对啊 你也开心过啊 对啊 所以我摊牌了 我觉得不公平 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 现在耳机拿回来了 剩下送出去的我就算了 还没送的 他还一直问我几时要给他 我笑了 这种男人亏我一开始还这么喜欢 现在的我们偶尔会聊天 当XX有 毕竟每天会见面 我觉得没必要弄彼此讨厌彼此 只是还是死心不改 一直觉得我很有钱 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东西 我该怎么做 是要完全断了这个关系 还是保持现状呢 你完全不会思考 肯定是断掉这个关系的啊 而且你都你都讲了 对方把你当傻子 你还要继续 我只是来那种 Mind blowing 是不是 哇 就是感觉他准备要去世 然后我想要hold着他的时候 就是 我只能说他们各自的想法 跟价值观 跟我是不一样的 也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是不可能接受这个东西 但他自己觉得说他没有错 所以我也不能说你做错 因为当他不意会到自己是错的时候 我跟他说有问题的话 他只会觉得我奇怪 所以我只能说 价值观大家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没有办法用你的价值观 去给你任何的建议 因为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 那我只能说 如果有一天你清醒的话 一定会觉得说自己蛮好笑的 可是我觉得他也想要谈恋爱啦 只不过刚好就遇到错的人了吧 这不是恋爱啊 这是恋爱吗 他就需要被满足啊 有恋爱的感觉啊 是哪一套偶像剧 或者哪一首歌给你有 有这样子错误的感觉 有些人觉得说小三四 也是有恋爱感的 而且他觉得说 我成功从他的正宫手上得到他 即便是一下下 他也是觉得很有成就感 他也觉得我有我的魅力 观念上 我觉得观念上真的真的就不一样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建议你 如果真的这样渴望谈恋爱的话 你可以就是扩大你的朋友圈 就是用交友软体也好 就at least他是一个单身的人 我觉得他应该要 before that 先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真正的健康的 可以长久的恋爱关系是什么 跟对的恋爱的职位是什么 我也是蛮建议直接的去谈一场恋爱吧 就对的人 不会让你有这样的焦虑的人 可能不会那么跨越到对的人 可是先去谈一场正常的恋爱 你就会发现这样子的关系 他的ROI是不对的 就不应该用ROI来去断 感情的关系 就是双向付出的一端正常的关系 没有他觉得这个也是双向付出啊 我讲了嘛 没想听我说了 就有一个出力啊 也是双向的啊 可是他不正常 一来人家有家事 而且你也知道不对了 而且那个人 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大概都feel到他喜不喜欢你 你跟他有没有未来 OK maybe你现在的子弹充足 你还可以跟他耗 但没必要耗啊 其实耗来做什么 就浪费你的青春 你现在想要得到的所有东西 付出或者是什么 都可以通过一段正常的恋爱去得到 那是不是就没有必要 投资那么多 是 对 那个钱你可以拿去做别的事情 NFT你喜欢 所以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现在有那千多块的东西还没有送出去 买出去 送给Joey 其实啊你要讲 不不不 Thank you 他是不是有问要不要砍断关系是吗 肯定啊 他就想说要断还是保持限制 断 断 肯定断 不用思考 真的 为自己的一个mentor着想啦 对啊 好不好 大家留言鼓励他 就是断 我觉得给他勇气 他有勇气开始也肯定有勇气断的 请comment 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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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他 好这支影片就是这样子的 喜欢的影片的话 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Bye Bye